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体验 第一个体验 薛副局长吧 上一季让我们承包笑点最多的是哪一位 就我本人了 哎呦 这是了不得了 那就还是你了 好不好 我就看你今天怎么垮掉 我发现 每一次采访都是一场恶战 大家都知道因为火音起帽剧的关系 我呢 事业就是突飞猛进嘛 所以说 难免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采访 你骗人 不得开在提案局长 你的这个事业突飞猛进 不是因为火星情报 那是因为 是因为娜娜 哎呦 这就是我这个提案的问题所在 因为有很多 那个记者会来提问 他就说 在你的人生道路上 是韩哥对你帮助的 还是娜娜帮你帮助的 我说当然是娜姐 第二天韩哥走在门口 他说杨迪 在所有的采访上都只提娜娜 不提我呀 又瞎惨了 我觉得韩哥 应该不会看到你采访 他却看到了 我其实平常是看不到那个的 但是没想到那一天 前锋他就是把那个东西 给我看了一下 叔叔 需要听前锋那件事吗 没有事 我都跟我爸坦白了 但是我真的遇到一次 是最可怕的 何老师也是问了我一个 类似同样的问题 他说 我和韩哥选一个 你会选择谁 我说 何老师你不要搞我 我就 我说我要走了 我要往外冲 何老师说 我明远走都不愿意说我好是吗 我又不愿意说你不好 何老师 你还准备说我不好 弄死我吧 哇 哎 我当时没有回答好 我回去洗澡以后 我在想 洗澡 洗澡 洗澡的时候 容易有灵感 我在想 我当时应该这样回答 两位都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但是韩哥是父亲的那种帮助 何老师是哥哥的那种帮助 但后来一想 那你等于说何老师是他儿子 对啊 你被分又乱了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 我就觉得太难了 你应该义无反顾地 就选何老师 对 我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他 更何况你 哇 而且包括昨天 我昨天刚问了一个 我们这个综艺切的钻子手 北有大张伟 南有薛之谦 你选择一个替代 你替代谁 哇 我为什么要替代北恒南 我是西南那边的人 哇 我说我西南有杨迪就好了嘛 这个还算比较周全一点 对吧 就 哎 前锋你会有吗 有一段时间 特别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报孙丽是我的初恋女友 啊 说到这个的时候 大家应该偷偷地看一看 爸爸的脸色 哈哈哈哈 孙丽老师之前眼光这么差吗 哈哈哈哈 所以这则新闻一出来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你知道吧 因为孙丽就是我的一个 普通的战友 所有的媒体采访啊什么的 我都澄清 我说只是普通战友关系 然后在微博上也澄清 在各个渠道上面澄清 过一段时间 哎 这个新闻又被翻出来吵 特别对我造成困扰 孙丽都没困扰你困扰什么 我是害怕对她的家庭 家庭造成困扰 凭什么对她的家庭造成影响 孙丽在家里都想吐 看见这个新闻 呃 呃 呃 登上你来看 呃 呃 呃 我很多时候和记者 我真的是 很真诚地回答他 我就说对啊 就是初恋嘛 但是没初好就分了嘛 反正孙丽都讨厌你了 你就干脆就这样得了 哈哈哈哈 破筷子破摔嘛 也是一个办法 遇到这种采访啊什么的 我也遇到挺多的 就有记者问我说 哎 你演那么多戏 大家一直对你的作品啊 对你的演技没有什么关注度 然后觉得你不火 为什么你突然洗个脸 在网上火了 你们在门说要看我洗脸 那我就洗脸和你们录一个 早知道拍个洗脸的电影啊 对 早知道洗个澡什么的 洗个澡 哇 不是洗脸的火 那么开整的戏啊 我刚准备说 这一段准备什么时候来 我们就关注一下你的微博 你们都在讲自己采访的苦恼 我觉得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答这个问题 首先得有人采访我 前两天有个媒体说要采访我 然后等了十天 他也没跟我信 好惨啊 真的 现在想让我们提问你吗 我们都不知道问什么 对啊 真是的 这个人好行 请问你是谁 你这不算尴尬 我被孩子都伤害过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是在上海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讲座 一个讲座 挂了薛之谦的一拉宝在那边 你知道吗 一张 挂在那边 我说不是我的讲座吗 然后他说对啊 因为如果是挂你的照片 同学们会不来 哇 天哪 那老哥你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带自己带个香炉过去 对啊 也是跪下来是吧 然后到了那边以后 他说朱镇老师 也是上海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请问你现在主持什么节目呢 哇塞 第一个就是暴击 你知道吗 我说最近也没有忙什么节目的 主要忙着陪朋友们吃饭 他说还真是这样 你不红 为什么有能够交到那么多红的朋友呢 又是一个暴击 你知道 我说 孟臣如果是你 我前两天又遇到一个差点又被黑 幸好我这次机制了 我跟你讲 被采访的时候 记者就是在对面嘛 然后会有一些会给你递麦的 递着递着可能就挡镜头了 他就慢慢跪下 慢慢跪下 然后我说你赶紧起来 被拍到我又要被黑了 哎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我真是做过的 拿麦克的人跪下以后 对对对 我跪下 啊 我跟他们对跪 就好了 但是你这招只能你用啊 有些老前卫 私信高娃老师不是 哈哈哈 才晚也对了 所以你这个招式也是见仁见智 那你可以不用跪下 你可以坐下嘛 你盘坐也OK 哈哈哈 但我知道一件事情 两个同样很红的女艺人 站在那 然后就另外一个女艺人就被冷落 这个时候她的宣传特别厉害 于是上楼拿了一双拖鞋 马上跑下来 正在采访的时候把拖鞋给她说 不好意思 我们家艺人不能穿高跟鞋 站太久 来赶紧把拖鞋换上 哎 但是这个可能一招骂 我跟你讲 所有的媒体就问她说 啊 请问一下是不是你那个怀孕了 请问你是不是有鸡眼啊之类的 什么脚气啊 哈哈哈 这个蛮OK的 很公明的 哎 你是最害怕记者问你什么类型的问题 我觉得你很喜欢和记者各种互动 对啊 我喜欢跟他们玩 我上次看薛先生有一个采访 莫名其妙人家在问他问题 他突然说 妈呀 你几天没睡觉了 这个兄弟 有个记者不是黑 哈哈哈 我没见过一个人眼圈可以黑到这里 就黑到脸 他他已经快站不住 他在那给我采访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你 哈哈哈哈 来 你要跪下来 要跪下来 这好好笑 我这笑的我 太夸张了吧 会有一点点假 但是不会太久 我估计一个星期吧 兄弟你怎么黑眼神这么多 哈哈哈哈 哎给他给他切个镜镜 哈哈哈哈 现在干媒体都这么累啊 你要去看医生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前段时间也看到那个 温雅好像去看过一些秀啊 是不是也会 遇到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看秀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设计师的 标签背下来 哎 例如说今天我来看朱珍先生的秀 潘德基里面那些衣服也需要秀吗 哈哈 蝴蝶秀 黑色蝴蝶 黑色蝴蝶 黑白 哦 不用点评说某一件衣服 哦 因为这样的话其实非常不好 咱俩语哥笑的他 是啊 我们问一下老前辈哦 你看我一说老前辈 他就知道自己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蛮自觉的你倒是宇哥 站起来 不用想到 我们以前哦 有本来有要做一个企划案 但是后来这个企划案 录了录完了之后呢 没有用 哦 就是 这个企划案就企划了 对吗 不是 不是 我们就去真的去飾行秀 然后呢就去问 譬如说问沈梦辰 诶 你知不知道这个人的作品 对你有什么感觉 然后他就 白色蝴蝶 蝴蝶 这每一个人乱问哦 但是问题是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就假装 哇 你们好坏啊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坏了 你看这些人多假 就是这样 耶 这个好恶心哦 难怪你们这个企划案要企划 真的 真的后来就真的不能用 温雅现在尴尬吗 你们看一下帮我 温雅刚说黑白 尴尬的 白色蝴蝶 蝴蝶 蝴蝶 蝴蝶